一项由休斯顿市议员Mike Laster所发起的爱心圣诞聚会活动 提供了休斯顿地区低收入家庭齐聚一堂同乐 让民众充分感受社会关怀的心意无所不在 而由华人组织城的休斯顿爱心组织 也在这项活动中捐赠了所有的餐点 体现华人送爱不为人后的积极表现 圣诞节期间在西南区多功能服务中心举行的一场爱心圣诞午餐会 提供休斯顿主流社会低收入家庭欢聚一堂 一起感受圣诞节的喜悦 餐会上免费提供午餐、抽奖活动及表演节目 可爱的米老鼠装扮也在现场和小朋友同乐助兴 当天休斯顿爱心组织提供全场午餐 工作人员在黄灯路带领下忙着分发可口的午餐及水果 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圣诞老人也在餐会现场一角和小朋友们合影 平日积极投入社区服务的德州众议员君悟 特别赶到现场肯定这项爱心活动 今天是我们休斯顿西南区的Super Neighborhood 他们有警察单位挑选出来的400位到450位的小朋友 就是他们家庭比较穷困 也有需要Christmas gift的小朋友 我们今天把它聚在这个Community Center 然后由我们爱心组织提供所有小朋友跟他们家长的食物 这项由休斯顿市议员Mike Lester发起的爱心活动 今年到了第六届 每年由社会团体及企业自由认捐提供物品或场地 让贫困家庭在圣诞期间也能度过一个开心的圣诞聚会 感受到社会温暖的一面 這個活動是由 Councilmember Laster 在市場的市場,DISTRICT J 在同伴不同的伴侶 這個活動是我們的六個月的活動 我們有幾個孩子要收拾東西 今天去參加 Santa Claus 很多的伴侶也會來幫助